有一个老观众给我留言 他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 法西斯国家 其实之前我说过很多遍 真不是他一个 只不过他最有名 因为他的经济体量比较大 影响到国际社会 所以呢各国对他的关注 要相对多一点 那么还有哪些法西斯国家呢 这个很难认定 但是类似于法西斯国家的 应该有一大堆 比如说在非洲 有许多国家涉及到种族屠杀 有的就是因为种族问题 有的是因为宗教问题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涉及到宗教问题 因为种族问题的爆发点也是在宗教上 甚至人们很难理解 同样是非洲裔 咱现在不能说黑人 但是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 基督徒被杀的有很多 在亚洲其实也有 中东有一个国家 大家要注意一下 原来是以这个基督徒相对比较多一点的 那么在快速穆斯林化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反政府武装 像走马灯一样的逼着政府换届 领导人一个一个的被杀死 这种情况其实也涉及到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那么这一类的国家 有没有具体的认定 他们哪一届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呢 这个很难界定 或者说国际社会不是很关注 我刚才说的中东地区的国家 其实是尼巴伦 大多数人把它称为中东的巴黎 这个国家有点像上个世纪更出名的 出现反转的国家 比如说伊朗 所以我一直在说 整个20世纪 美国国务院以及智库 唯一误判的就是 伊朗的伊斯兰教回滚 回滚到原教旨主义 从凯曼尔开始 土耳其进入世俗 伊斯兰社会 伊朗比它走得更快 快到接近现代国家 60年代 不仅美国人给它军事援助 甚至美国人把现役的飞机 直接卖给它 同时你在马路上能看到 穿着西式衣裙的妇女 没有蒙面纱 女人能开车 甚至有同等求学 各种各样的待遇 你在游泳池内还可以看到 穿着比较保守的游泳装的女士 今天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那这样的国家 你把它认定为法西斯政权 是不是有点牵强 因为它妥妥的是 穆斯林政教合议的国家 这一类的国家其实非常非常多 它采取的措施 跟法西斯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除了在核问题上 它吸引大家的关注 以及招致随之而来的制裁以外 那没有太多的国家愿意关注它 至于在非洲被枪杀的基督徒 有一些时刻被国际媒体曝光 但大多数时刻人们没听过 甚至听到了也当没听到 一晃就过去了 那么前苏联解体以后呢 也存在这个情况 有一些加盟共和国脱离了之后 他们快速地回归了宗教 有东正教的 有基督教的 也有穆斯林 但是有一些国家比较特殊 宗教色彩不是很浓烈 个人独裁 比较像 中国这样 譬如说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的卢卡森科 连续担任了六届总统 除了第一任 西方一致认为 选举没有舞弊以外 其他的五次都不被 国际社会认可 他沿用了绝大多数 苏联时代的福利 所以他的人民 应该来说 除了抗议就是抗议 也没什么多大的问题 每一次街头抗议 涉及到选举年了 大家都在猜 他会走乌克兰模式 还是亚美尼亚模式 最终很失望 因为他不仅使用 非致命性的武器 比如说散光弹 橡皮子弹 水炮 去年的选举过程中 为了镇压抗议游行的人群 他甚至使用了手榴弹 直接把人炸死 听起来跟缅甸的军政府 差不多 那么最近他们又唠出了一个大新闻 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举行了东京奥运会 当然了 同时这个日本也升级了 现在有六个地区宣布紧急状态 就是一边他在阻止疫情的蔓延 一边在召开一个无人 就没有观众的奥运会 白俄罗斯有一个短跑运动员 跑二百米的 那么教练突然通知他 跑四百米 他说他不想跑 那在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怎么处理的呢 白俄罗斯奥委会 马上就组织人 把他扭送到机场 要提前把他遣返回国 不听使唤吗 这种行径 在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不能容忍的 运动员不是深刻 不是你说他朝东 他就朝中 你说他朝西 他就要朝西 他没练过中场距离 他是一个短跑运动员 你这样的安排 本来就不合理 为什么说 只要他拒绝了你 就要被遣返回国呢 所以这个女运动员 在机场 发出了自己的呼唤 他要求政治庇护 那么他首先提出来的 是向 奥地利的使馆 提出了他的申请 波兰第一时间介入了 其实最新的消息 本周他将前往波兰 在日本和波兰的介入之下 这个运动员脱离了 白俄罗斯政府 对他的伤害 包括他的丈夫 都已经离开了白俄罗斯 那么通过乌克兰 也将到达波兰 与他团聚 可以这样说 日本警察和波兰 驻日本的领事馆 最终波兰的外交部副部长 都站出来帮助了他 人们才回过头来看一看 原来叛逃的运动员 不仅仅是中国的 其他国家也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那么 每到我们提出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 类似于纳粹一样的国家 法西斯国家 是不是还存在 你就要注意观察一下 人们用太多的精力 放在中国身上了 实际上有很多国家 也在这样干 只不过 习胖的光环比较大 把他们都压下去了 所以国际社会认定的 或者说 更为关注的 其实是习胖的政权 那这些运动员干了什么呢 具体到这个 白俄罗斯的女短跑运动员 她说 她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 也没有发表过讲话 甚至在2020年到2021年 围绕着卢卡森科 总统竞选 是吧 她已经连续担任20年 总统了 连这次竞选 民众组织的抗议 这个 鲁运动员都没有参加过 但即便是这样 她也会被 卢卡森科政府进行制裁 只要你不听她的 你就站在了她的队里面 所以她充满了恐惧 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种情况之前 国际社会中 涉及到体育赛事 其实都有 只不过如果不是前苏联 或者是中国 很多国家一般不会报道 这次因为 东京奥运会确实比较尴尬 所以他们希望 通过一个能够脱离独裁国家 投奔自由的运动员 更多的来宣传 这届奥运会 是做了一点事情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个新闻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